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路 我是包伯 我是文 今天我們來到了日本橋 要吃Thai Makin蛋包飯 這家餐廳呢 從1931年就開業至今 歷史相當的悠久喔 那另外呢 他們也有跟日本航空合作 然後來製作類似的飛機餐 那最後呢 我們今天所點的這個 Tang Popo蛋包飯 它的來源是來自一部 日本的電影 那我們就現場切給大家看吧 它的吃法很簡單 就從中間把它切開 然後接下來 讓蛋啊往哪邊分開 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蛋已經布滿了整個飯上面 然後還有一點點牛肉 而且它的牛肉很特別喔 是直接煮的時候 跟蛋包整個融合在一起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醬汁啊 倒在這個 蛋包飯上面 這個蛋包飯醬汁 我們就來試吃一下這個 看起來超厲害的蛋包飯吧 這蛋包飯的醬汁啊 有點像我們吃到的那種 紅酒燉牛肉 還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下飯 牛肉啊 雖然有點細碎 不過呢 嚼起來非常的鬆軟 金黃的蛋包啊 它煮得非常的柔嫩 所以你可以吃到那個蛋的香甜喔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 日本橋蛋包飯飯店 台梅坑 是維恩 是我 大家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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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